明星幕后黑幕揭秘 谢霆锋 王菲 纳英 纳星背后的资本联盟 娱乐圈内的不公平竞争 资本的黑暗角落 一场雷霆风暴即将爆发 在这个看似闪耀的娱乐圈背后 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黑暗 李文的生前录音如一把锋利的匕首 刺穿了娱乐圈的表面光鲜 露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 他不仅曝光了一个备受主目的 英乐节目的黑幕 还揭开了两位顶级女歌手 纳英与王菲的真实身份 资本商 这不仅仅是一则娱乐新闻 更是关乎公平竞争和伦理道德的故事 随着事件的发酵 我们将一步步揭开 纳英和王菲的真实面貌 以及他们在娱乐圈的复杂地位 这是一场震聋发聩的揭秘之旅 将为你展现娱乐圈内部的黑幕 以及人性与利益之间的博弈 李文 一位被受喜爱的歌手 曾在娱乐圈闪耀多年 然而 他生前的一段录音 却彻底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黑幕 让人们重心审视了娱乐界的不公平现象 在这段录音中 李文怒斥了著名的音乐选秀节目 《好声音》的不公平待遇 他坚信比赛的过程充满了偏袒和不公正 而工作人员的做法更是让人心寒 这一爆料令人震惊 不仅因为他来自一位有影响力的歌手 还因为他揭示了一个深埋在娱乐界的黑暗秘密 珍妮 李文的亲密朋友和前辈 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发声 他指指节目中的另一位导师纳英 以及纳英的好朋友王菲 认为他们是这一不公平现象的幕后推手 珍妮认为这两位巨星与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共同维护着一个不公平的体系 这一指控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人们开始质疑纳英和王菲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纳英和王菲都是乐坛的巨星 但他们之间的友情一直是音乐界的谜 尽管他们都是顶级歌手 但他们却没有成为竞争对手 反而成为亲密的朋友 甚至有人称王菲是纳英的 伯乐为他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这个友情关系使得人们更加好奇 纳英和王菲在李文事件中 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文录音的曝光不仅揭示了娱乐界的黑幕 还让人们重新思考了明星和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一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的受害者和知情者可能会站出来 将更多的真相揭示出来 娱乐圈的乱象必须得到纠正 人们期待着国家能够采取行动 让娱乐界变得更加公平和美好 在娱乐圈中 经常有明星之间的竞争和争吵的消息 充斥着媒体头条 然而,纳英与王菲的友情却是一个例外 他们的深厚友情一直是音乐界的佳话 纳英和王菲都是中国乐坛的顶尖歌手 各自都有着卓越的音乐才华 尽管在职业上可能存在竞争 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位天后之间建立起一段坚固的友情 他们的友情可以追溯到1998年 当时两人在春晚上合唱了歌曲 相约酒吧,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 这次合作不仅在音乐上获得成功 还培养出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感情 王菲在纳英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纳英的师父曾表示他有一副好嗓子 但性格有些难以相处 这让纳英感到很不公平 因为他认为师父更喜欢其他歌手 比如毛阿敏 然而,王菲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他不仅欣赏纳英的音乐才华 还让自己的经纪人邱里宽帮助纳英 从而使纳英再次展露头角 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纳英也一直是王菲的支持者 当王菲在台湾发展时 他遇到了一些困难 而纳英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帮助他应对困境 两人的友情不仅体现在工作中 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会相约一起打麻将、逛街 彼此关心和扶持 虽然娱乐圈充满了竞争和争议 但那英与王菲的友情 却一直是一个温馨的故事 他们的身后友情不仅为他们自己带来了快乐 也为乐坛注入了一份美好 无论在职业生涯还是个人生活中 这两位天后一直相互支持 成为了英乐界 情深义重的好闺蜜 纳英 一个中国乐坛的传奇女歌手 她的演艺事业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在她获得成功之前 她经历了早期歌唱事业的困境 纳英的歌唱才华早在年幼时就显露出来 但她的早期歌唱事业并不顺利 尽管她拥有出色的嗓音 但在内地歌坛 她难以脱颖而出 那时内地的歌坛竞争激烈 众多优秀歌手真相涌现 包括毛阿敏 维维等知名歌手 纳英似乎无法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她的事业一度陷入低谷 为了寻求新的机会 纳英决定前往台湾发展 在那里 她重新开始了她的音乐生涯 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机会 一家唱片公司为她量身打造了一首歌曲 这首歌就是 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首歌让纳英一举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重新展露头角 然而 纳英的事业曾受到挫折 在台湾 她与高峰的恋情让她陷入困境 直接被封杀 面对这一困境 王妃伸出了援助之手 王妃特别欣赏纳英的音乐才华 因此为了纳英 她不仅让自己的经纪人邱里宽出马 还帮助纳英加入了自己的公司 邱里宽是娱乐圈中无人不知的经纪人 她的支持使纳英再次展露头角 并成为了歌坛的不可小觑的存在 王妃的经济和职业支持的背后动机可能有很多 但她对纳英的帮助无疑是以重争执的友情表现 她在纳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帮助她走出了困境 重新获得了音乐事业的成功 这段友情也一直延续至今 成为了音乐界的佳话 自从李文录音曝光后 好声音 这档备受欢迎的音乐竞演节目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漩涡 事态的严重性导致了节目的暂停和广泛的调查 首先节目方面宣布了好声音的暂停播出 以等待相关调查结果的出炉 这一决定在娱乐圈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 观众们开始质疑节目的公正性 同时也在等待着真相的浮出水面 而与此痛时 纳英的突然消失也成为了众多媒体和网友的焦点 她原本计划参加的音乐活动被推迟 而她的居住地也出现了二手房代售的消息 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有人质疑她是否正准备离开 以躲避事件的风头 这些猜测进一步加剧了事件的复杂性 与此痛时 纳英在乐队的夏天节目中的出现 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和批评 尽管她以一身潮流的打扮出现 但她的眼神中似乎带有一丝落寞 这让不少观众感到意外和担忧 社交媒体上 有人认为她的形象和言行与之前的形象有所不同 也有人对她的歌唱实力提出质疑 认为她可能并不适合参加这个节目 好声音事件的持续发酵和耐音的消失 引发了娱乐圈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个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在调查结果公布后水落石出 但目前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谜团 与此痛时 娱乐圈的乱象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行业监管的讨论和反思 人们普遍期待着更加公正和透明的娱乐环境的到来 随着好声音 事件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知情者纷纷站出来 揭示了娱乐圈内部的黑幕和不公平竞争现象 这一系列的披露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逐渐推动了对娱乐圈乱象的反思和改革 知情者的披露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娱乐圈内部的不振之风 他们讲述了一些幕后交易和目前假象 这些都是观众和粉丝们难以想象的 这种坦诚和勇气为揭示真相的人们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娱乐圈内的一次揭秘 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们开始思考 类似的问题是否在其他领域也存在 是否需要更多的监管和改革来保障公平竞争和公正的社会环境 媒体、政府和公众开始共同呼吁加强对娱乐圈的监管 以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 未来 娱乐圈很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改革和公平竞争 这次事件虽然令人震惊 但也为娱乐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只有通过更加透明和公正的运作方式 娱乐圈才能够保持长期的繁荣 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人才 为观众带来更多高质量的娱乐作品 好声音 事件不仅仅是一次娱乐圈内部的揭秘 也是社会对于公平竞争和道德规范的反思 通过更多知情者的勇敢披露 我们有望看到娱乐圈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为未来的娱乐产业创造更加公平和有活力的环境 尽管娱乐圈乱象不断涌现 但我们坚信 国家将会采取行动 推动娱乐圈的整顿 所谓的清朗行动 不只是口号 而是必要之举 将助力娱乐圈回归正道 未来的娱乐圈注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通过这次事件的曝光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们已经迈出了迈向更加公平 透明和健康的娱乐产业的第一步 娱乐界的种种乱象将被一一揭开 正义将得以伸张 为了更加公正的娱乐竞争环境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让娱乐圈焕发新的生机 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政府、艺人和观众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塑造一个更加美好 更加健康的娱乐圈 我们期待着看到更多才华横溢的艺人展露头角 更多高水平的作品涌现 为观众带来无尽的欢乐与感动 娱乐圈或许还会面临挑战 但我们充满信心 它将继续意义升辉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瞬间 让我们共同期待 娱乐圈的未来将更加光明璀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